物理治疗师引导部落长辈一边唱歌 一边做起立坐下运动训练激励 3D门师之据点的建脑学堂正式开学 除了运动也引导长者跟着节奏打拍子 上课气氛就像同乐会般的欢乐 唱歌什么跳舞运动 建脑学堂课程融入在地饮食文化 让长者动手做点心 另外还引进日本认知训练法 利用出身朗读跟简单数字计算方式 让已经具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长者 藉由练习达到促进认知功能 以及延缓退化的目的 这个失智服务据点是特别成为一个中心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 更有需要在这方面有强度照顾的长辈 能够送到这边来 然后接受我们比较高密度的一个照顾 那希望他们对于他们的失智的延缓 跟维持上面能够有更好的帮助 平静医院表示高龄化时会来临 失智症病人也越来越多 若部落有发现疑似案例 可通报服务据点将派专人进行评估后予以协助 期盼能布建更完善的失智照护网络 让长者就近在社区接受照顾 原始新闻歌手屏东三地门采访报道